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束钩 那么上一讲呢我们学习了一遍 叫玄珍术 那么这个撇呢 其实呢就是玄珍术的协放 我们来看一下 玄珍术跟撇之间的关系 玄珍术 它是从上到下 到最后呢收笔的时候呢 拎起来 而撇呢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玄珍术 斜过来放 然后收笔 就把这个 拉上去了 那么 所以呢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玄珍术的基础以后 学习撇就很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 撇的它的骨架图 它是这样写的 跟玄珍术呢 它是从这样下来的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好 我们学来撇以后呢 我们再来学习另外一个笔画 那就是竖钩 那么竖钩呢 它就是我们要把它理解为玄珍术 加点 这个呢是竖钩呢 是我们把它称之为 笔画中的加法 因为之前我们学过一个点 就是把 横画最后的收笔 变成一个笔画 那么就叫笔画中的减法 所以这个加法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一样 写一笔玄珍术 然后收笔的时候呢 就是加上一点 这个点就是这样勾出去了 所以叫玄珍术 加上一点 我们把它完整的来示范一下 玄珍术 毛笔笔尖 在中间 收笔之前先拎起来 回一回 然后再勾出去 再勾出去 推出去 有力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很轻松 同时呢 学起来也会 有一种 非常愉快的感受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个笔画 那就是纳画 纳画呢 是笔画中 变化最多的一个笔画 那就是说 它是一波三折 就像波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写的时候呢 它第一段呢 像横画一样 第二段呢 由上到下 由细到出 第三段呢 是由出到细 慢慢的收笔 看似复杂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把它分解一下 第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横画的起笔 就像横画的起笔一样 第二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一段 由细到处 往下 有一点点弯 不能太直 直了以后就僵硬了 第三段 那么就是由出到细 平的拉出去 注意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 不要往下 也不要往上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平的 拉出去 就像我们平时啊 儿童乐园里面的 滑滑梯一样 它到最后呢 它就有一种坡度 让人很平稳的 获得一种感受 那么为了帮助大家 能够把这三个笔画 学好 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字 那就是木头的木 那么我们已经掌握了 横 竖钩 撇 和纳 这四个笔画 那么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把这个字写好呢 首先我们看 这个字呢 它是上载下宽 呈梯形状 看上去非常稳定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笔画有出细 横与竖 特别的粗 而且这个横呢 它跟竖呢 连接的 非常的紧密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样的一些 笔画的一些应用 好 下面我来示范一下 好 注意 横 好 这有点画 好 然后上去以后 舒缓 然后慢慢的勾出去 然后呢 勾出去以后 连贯 撇 注意中锋 然后呢 再过去 然后再游戏到处 纳画 所以这个纳画呢 要写的长 它是整个这个字 平衡重心的一个很主要的笔画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字 它既有变化 又能够取得平衡 那么 这个字的主笔是哪个笔画呢 我认为 或者你会选择 是中间的一个竖钩 因为它是平衡重心的 或者你会认为 这是一笔纳 因为这笔纳起到了 一个最后的调节作用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